从哪里做起?从根本修啊 我们今天十十多多人犯的过错 不知道根本 心不胜,念头不胜 你身口再胜,你递不过业力 这个我们从一棵树来做比喻 大家很好懂啊 如果你心上,念头上 身口纵然不善呢,都有救啊 树不会死啊 你枝叶花果,再美再好 它没有根本呢,几天会哭死啊 它不能活 所以,心善,意善,比什么都重要 于经义,于造神迹 这篇文字讲得太清楚了 凡是遭遇到这些长难 这篇文章应当多多多 认真地反省 认真地反省 一教修学 这个经典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纲点 文明 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这个文是菩萨的三会 不是普通的文明 我们听阿弥陀佛的名号 没有这么大的殊胜功德力 真正有智慧地听到佛的名号 他就能生信心 他就能绝悟 他就能回头 这一回头呢 西方极乐世界 释出世间一切法 他放下 这个放下 前面要记住 心里面 妄想 忧虑牵挂 统统放下了 是非人我放下了 明文立阳放下了 厉害得实放下了 从今而后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这部经上所讲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读经 经要多数啊 时时刻刻 都会想到经里面所说的 这个就是西面莫过 你经文不熟 你怎么能西面 为什么劝大家 要把这个经念三千遍 你才能西面 西面 就是论言经 大师至菩萨讲的 义佛 义佛念佛 现前到来 必定见佛 那个义佛就是此地讲的信念 你经文不熟 你就做不到啊 所以 旧的人 闻名之后 他正干了 我们年岁大了 记忆力不好 不怕 变数多就行 过去曾经有人 念过六千遍 这一部经才会背 更历点 我也见过 念五百遍 他就能背诵 今天要念了 时时要背诵 背诵就是意念 就是西面 菩提心是从这里发起来的 发菩提心 我们一般人菩提心发不起来 当然发不起来 你对于世尊 尽叫 业无所知 你的菩提心 怎么合法起来 齐心动念 都是烦恼 齐心动念 都是造业 地藏经上讲的 严佛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是罪 这什么原因呢 刚才说的 我们的根本坏了 职业修剪的再好 没有根 没有本 再漂亮 也不过是花瓶里面 差点花而已 死的不是活的 不能长久 菩提心是从文明信念里面发的 对于 经教 理解得越透彻 理解得越深 你的心越坚固 遇到任何静境 你都不会退转 为什么 顺境 善言 不起贪卖 决定没有留念 逆境 逆境无声烦恼 永远保持自己 清净平等觉 这才能坚固不退 然后 你才会全心全力 断卧修善 这就是执中的本 菩萨 留伯罗命 谱邪 实愿 你才能够落实 以这个功德 毁价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五无不随 当然成就 这个事 事事造物 真正回头了 后面一段 在年里我们 若有虚窝 这个虚窝 实际上 你现在还继续在造物 你还没有回头 前面这一段 是造物 过去身中造物 已经回头的人了 我们过去身中 我吸气很深 很想回头 回不了头来 那么就要问 我们有没有紧急性 想不想离开六大轮回 还是打算继续在这个世间 回头来 后面 感谢观看